谈音说乐,大家好,我是老游 昨晚,广受音乐界关注的第66届格莱美奖 在加州洛杉矶举行 华裔混血儿,今年才25岁的冰岛姑娘林冰 凭借她的专辑Bill Richard 荣获本届格莱美最佳传统流行声乐专辑奖 And the Grammy goes to Living 这是近些年来 在格莱美的舞台上 再次出现为数不多的 具有华裔血统的面孔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年轻的冰岛籍华裔音乐家 林冰1999年出生于冰岛雷克雅维克 他父亲是冰岛人 母亲林卫是中国人 来自广州 也是一名音乐家 是冰岛国家交显乐团第一小提琴演奏家 雷克雅维克音乐学院教师 他外公是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教育家 林耀基 曾是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 是马思聪的学生 他外婆叫胡适希 曾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声歌系钢琴伴奏交演师主任 可见林冰 她是出生于音乐世家 根据媒体报道 拥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林冰 和中国有着密切联系 她说 小时候 她妈妈教她乐器时 用的就是中文普通话 后来在采访中 她也曾说过 北京对她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因为小时候 每年夏天 她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所以这既是一位冰岛姑娘 同时也是一位北京姑娘 去年9月 她还参加了 2023北京国际音乐节 举办了林冰与中国爱乐乐团 爵士交响音乐会 并获得了青年音乐嘉奖 刚才我在Spotify上 去听了一下她的音乐 首先 她的歌曲 点击量很高 主打歌已经拥有了 两亿三千多万点击量 歌曲的风格属于现代爵士 是比较流行的 温和的爵士风格 我就在想 同样都是华裔血统 虽然它只有50%是华裔 为什么人家在舞台上 就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水准 不管是演唱的音准 节奏 还是声乐上的表现 还是乐队的现场扩升 说实话 我们中国的那些颁奖礼 离这个格莱美的舞台 不只是一两条街的距离 而作为一名歌手 林冰在舞台上的这种自信 洒脱 稳定 几乎可以碾压 大部分的华语歌手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或格莱美讲的却寥寥无几呢 这是不是一个值得行业深思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如果自尊心强的网友 现在可以退场了 第一 我们中国的音乐 问题跟足球是一样的 人多并不一定就行 关键在于 你那么多人 有多少人在接受这方面的良好教育和训练 14亿人 看足球的人是挺多 但真正下过场踢过球的 又有多少呢 更别说 从小受过专业足球训练的了 音乐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上成天听歌骂街的人 确实不少 但真正上过音乐课的 音乐课没有被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征用过的 又有多少呢 所以说 中国音乐走不出国门 原因跟我们的足球是一样一样的 问题都不用总结 把足球的问题直接套在音乐上 就长到正洁了 另外 还有一个角度 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抛开音乐自身教育薄弱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中国音乐 在融入国际音乐主流的这个路上 还非常出级 尤其是流行音乐 说白了 格莱美 它就是一个基于欧美文化中心的一个奖项 它所有的奖项设置 都是站在欧美的角度 甚至是美国人的角度设的奖 虽然每年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但大的方向 基本上都是相对固定的 就是那么几个大方向 但是你没有办法 它的奖项设置 就是根据它的这种文化思维来的 在音乐上 它就是强大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规则 其实格莱美讲 留给我们中国音乐家的入围空间 是特别窄的 前面的六大象 跟我们几乎没有关系 因为玩爵士 玩摇滚 玩RMB 我们的水平跟欧美确实差得很远 乡村音乐跟福音歌 跟我们又没有关系 我们也没有这种文化 唯一可能入围的就是第七大象 这里面包含Global和New Age 就是全球化的 相当于世界音乐 或者是新世纪音乐 或者在第九大象中 唱片包装设计 或许还有可能 在本届格莱美中 我们宝岛的一张客家语专辑 迁徙入围了这个奖 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 但没有获奖 而这位来自冰岛的华裔姑娘 她所获得奖项 其实是第四大类 属于传统流行类 这个类别 她的音乐风格包含了 爵士 然后是传统流行 Traditional pop 这样的一个大类中 属于这个类别 她虽然获得的是 最佳传统流行声乐专辑奖 叫Traditional pop vocal 但实际上我们一听 它就是一张爵士专辑 那么为什么一张地道的爵士专辑 却获得了一个传统流行声乐奖 其实在美国人的眼里 爵士乐就是传统的流行音乐 所以她把传统流行 跟爵士乐放到一起去了 这个是跟美国的音乐历史文化 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她的分类 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国人的 这种文化认知做的分类 所以如果我们想冲刺格兰美 想在这个国际认可度最高的 流行音乐大奖中获得一席之地 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去研究 它的奖项规则 我们只有搞懂了这个奖的 评奖规则和分类规则 才可能有地方失 否则我们想投格兰美 可能连分类都找不着 说到这里 肯定又会有一群人围上来群欧我 说我们中国音乐 为什么要去迎合西方主流 尤其是近些年来 在国内有不少的一批人 因为种种原因 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抵触感 这种现象 它绝对不是文化的进步 而是退步 是大退步 其中有大量的听众 都在自嗨中夜郎自大 完全认识不到 我们的音乐跟世界的差距 这一点 我们的球迷 倒是比乐迷要更强 所以说 造成我们的音乐 走不出国门的根本原因 是音乐教育的剥落 而随之延伸的是 大众音乐素养的缺失 由于音乐素养的缺失 导致很多音乐文盲 夜郎自大 因为知识越贫乏的人 他所相信的东西 就会越绝对 认为他自己就是掌握了真理 谁都不放在眼里 而夜郎自大的人多了 我们的这块音乐土壤 它就失去了水分 就变得干巴巴 缺少阴阳 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 任何一个地域的音乐 它都是由这片土地的人民 滋养出来的 而我们的人民 大部分只喜欢 网络神曲和广场舞音乐 所以只要超出 东次大次 东次大次这样的节奏 超出了工商绝职与五个音的范畴 跳出了他们的审美舒适区 都会被臭旗名曰不好听 所以我们大众的音乐审美 其实几千年来都没怎么变过 而不变的原因 是因为大众对于音乐的知识太贫乏 思想太落后 事业太沾 所以这些问题最终都导致 我们的音乐土壤失去了水分 所以不管你在上面种什么 长成的都是这个样子 而我们的音乐家 但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 基本上都不仅仅是根植于本土 而是具有国际事业的音乐家 比如曾经获得格兰美奖的 马尤友和梧桐 他们组建的丝绸之路乐队 以及获得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的 谭顿 基本上都是拥有国际事业的音乐家 因为他们了解西方 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音乐 因为这个世界 早已经不是工伤觉知语的世界了 所以对于很多人提出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迎合西方主流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回答 还是用足球举例 我们为什么非要去冲世界杯呢 村超不也踢得挺好的吗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